137舰在2019年进入船厂接受改装 仅过一年半就基本完成了改装 战斗力超越054A 近景关注 近年来 随着中国新一代战舰的不断入役 只有14年建龄的136舰 在2015年被送到军工厂开始接受现代化改装 并于2019年年底正式亮相 改装工作花费了近四年时间 紧接着 137舰在2019年也进入船厂接受改装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就基本完成了改装 意味着现代极舰改装走过了困难阶段 正在加速完成 从网友公布的照片来看 13舰仍然沿用了136舰的改装套路 两舰的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除了使用较新的舰体蒸汽发动机 和两座AK-130火炮外 其他部件全部换成了国产货 证明中国军舰核心武器装备性能 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极 保留AK-130炮主要是为了执行 对地攻击火力支援任务 作战定位很可能变成登陆作战火力支援舰 排水量8000吨的战舰改进后 战斗力远远无法与盾舰相比 也就是比05C更强一点 在反舰火力方面 137舰已经撤掉了左右两船 2×4连装白领导弹 将配备中国第四代反舰导弹英机12 白领导弹是中国当年获得的 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 号称是航母杀手 实际射程只有120公里 换成四枚英机12后 射程增加到400公里以上 不敢说能对付航母 但是具备了挑战任何盾舰的能力 另外137舰很可能在反舰导弹位置 配备公路巡航导弹 进一步强化其对陆火力支援舰的地位 在136舰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箱 有两种颜色 一种绿色的导弹 被推测为是长舰系列巡航导弹 中国引进现代极舰时 看中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区域防空能力 也就是配备的两座尸基力防空系统 总计有48枚防空导弹 137舰也换上了中国生产的两个16弹元通用重发装置 配备了鱼8反潜导弹和红旗16防空导弹 现代极舰的船体比052D还要大 但是要增加更多防空导弹 就会涉及改变动力系统和船体结构 付出的代价太大 配备32个重发弹元后 虽然防空导弹数量减少了 但是发射速度从原来10秒减到了1到2秒 抗饱和打击能力成倍提升 137舰还配备了红旗10末端反导系统 再结合AK130炮系统 具备了三层防空火力 当然 现代极舰改装的最大意义 在于让这批战舰融入海军体系化作战之中 配备了中国C4IS-2作战系统后 能与其他单位联网作战 137舰虽然没有装备国产相控制雷达 但是换上了国产对海对空搜索警戒雷达 火控雷达和电子系统等 其配备的舰载设备 总算达到05C的水平 成为了海军主力作战舰艇的一员 137舰的优势还是吨尾较大 海上自制能力能达到052D的水平 远洋作战能力远超05C